要下載資料的話,第一個你先確認一下你有沒有Request 如果你有Request的話,當然Import就沒有問題 如果說你沒有裝的話,可能會跳錯誤訊息 錯誤訊息大概就長這樣子 它會出現說 No Module Name的這個 如果以後你看到 No Module Name 那意思就是說 你的環境裡面沒有裝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要避免沒有裝什麼,那你就是什麼 去把它用PIP install就可以了 然後 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個,我要把什麼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的資料 不是直接下載開,用Excel開 我希望能夠直接用那個什麼Python幫我直接到網路上開 而不需要說我下載之後再開啟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一個簡單的爬蟲 第一個的話,請各位把這個 下載資料的這四行程式Ctrl-C 你其實很簡單,Ctrl-C之後的話,把它Ctrl-V在哪裡貼上 開一個新的文件 OK,開一個新的文件,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我們用 套件來做,基本上這四行應該蠻固定的 包含什麼呢,第一個啦 以後你可以把它記下來,Import Request 第二個的話呢,利用什麼,Request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get 顧名思義嘛 哎呀,所以喔,Request有點像是一個虛擬的瀏覽器 看不到的 然後呢,它有一個功能 get有點像是幫你連線到 哪一個網址 所以呢,瓜胡雙語號裡面 就是放那個網址的資料 那它會幫你把那個網址裡面的資料全部抓下來 如果你提供給它一個檔案,它抓下來就會有一個檔案 如果你提供給它一個是網頁 它會幫你把整個網頁的資料全部抓下來 OK 所以呢,當然 先抓檔案會比較簡單啦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去找到 我剛剛講的 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裡面的哪裡呢,下載 啊記得喔,你不要直接按左鍵,你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那 複製完之後呢,你就可以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那個 我們這個喔 GET的雙引號裡面喔 瓜胡雙引號裡面 你就把它貼上,因為它很長一串 貼上 好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 雙引號後面的話就是https 然後呢 帽號斜線斜線 裡面的話就是它是放在 Data的Type 它是放在API啦,反正就是 這個一層目錄一層目錄 然後裡面的話呢,就是一個問號,然後就這一串 好長一串 反正記得就是說,它一定是放在雙引號裡面就對了,你不要放錯位置喔 好,檔案給他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這邊會多出一個啦,就是 把 這個資料抓回來之後,我丟給前面這個html的 物件 OK,那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其中呢 你的編碼方式,它有一個屬性,叫encoding OK 那後面的話呢,我提供給他cp90,那你想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這邊是cp90,還是utl8 其實有簡單的方法來判斷 你可以看到,因為剛剛我不是把它點下去 這邊就有了嘛 你可以把它開啟 就是在資料夾中 顯示 那如果我想知道說,這個檔案 CSV 它到底是 哪一種編碼方式的話,你可以按右鍵 記得不是左鍵啦,右鍵然後呢,開啟檔案的話 找到記事本了,其實也是透過記事本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說,它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按右鍵 開啟 這個 這個開啟方式,找到記事本 然後呢,我們就直接 把 記事本打開了,那你會發現它檔案就這樣 然後呢,你可以在 特別注意,檔案裡面有另存新檔 另存為 那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另外另存新檔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下方 有一個編碼 那如果你看到是ANSI的話 記得喔,對應的方式就改成CP90 那如果它是UTF8 那記得喔,你這個encoding就把它改成UTF8 大概基本上喔 99%應該都是 這兩種編碼方式 為主啦 好,那因為這邊我確定是那個ANSI啦,所以我這邊就給CP90 所以特別是喔,你可以從這個方式 或者是說啦,如果假設你一執行發現,怎麼亂嘛 沒有,你改,如果CP90不行,那你要改UTF8 兩邊試試看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這樣OK了,所以 這個是網址,就把它貼到這裡面來 好 那確定OK之後的話呢,請各位做一件事啦 就把它執行就OK了 如果呢,執行之後喔,假如這邊結果是OK的 那你會發現,這邊喔,再亂一下 你會發現它這個時候,馬上就把資料抓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喔,這個就是我們抓下來的資料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喔,假如說我encoding這一行喔,假如說把它註解掉,前面加一個請字號 然後你執行的話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它就變亂碼 為什麼,因為它是用UTF8的編碼方式 把資料抓下來 那如果說呢,你要讓它變正常,很簡單 就是把它怎麼樣 encoding 等於CP90 OK 或者你們也可以去找那個別的連結啦,一踹你會發現有些可以用CPU,有些是用UTF8 不然的話會有亂碼,執行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資料就當下來了 那這樣的話呢,基本上,不過有的時候會跑比較久一點點 因為這個資料其實還不算太少 太小 那它會連到那邊去,然後把資料抓下來 這比較久一點 這個把它停止好了 OK 我再放一下 有了 那這個時候就正常了 那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資料打開之後的話 原則上呢,它一定是有幾個欄位呢 日期 它的種類嘛,然後哪個菜市場 哪一個 這個蔬菜的 項目,然後呢 賣多少錢 不過這邊好像有一個問題 這邊好像很多空白 OK,這個好像把它去掉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第一步 已經把那個資料抓下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 就跟那個上個禮拜我們練習一樣 可以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然後做一個查詢系統 怎麼查,比如說我要下關鍵字 我想要 查那個什麼 哪個時間點的 哪個菜市場 賣的哪一個 這個品名 就是哪一種蔬菜 價格多少 幫我查一下 比如我可以寫個類似的查詢系統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待會先把資料抓下來 思考一下 如何再把這個資料 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OK,那請各位先再試試看